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国王王武不接受这个要求 然后决定派兵进攻辽动 但是那个时候朝鲜王朝开创的主角李成桂担任守门下 他适中的官职他反对这个决定 但是王武也坚持用兵 然后下令向李成桂下令出兵攻打辽动 那李成桂一开始寿令他新军 但是中间感觉很困难 所以从维化岛那边回郡 林回来了 然后他破王武退位 那这个时候李成桂把王武的王位拿下来以后 他怎么做呢? 他成为新的王朝的国王或者高丽朝的国王吗? 那请袁廷助教讲一下 李成桂那时候回郡后 并没有说直接自立为王 而是立昌王继承的高丽朝 昌王是谁? 昌王是那个王武的儿子 这个王武的儿子 所以他朝昌王开创以后 在朝昌王十六里面主张 李成桂本来没有一时当国王 但是周围的人一直要求他担任国王 所以他勉强成为国王的请示 在那里有表达的内容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李成桂他这样子的行为 可能他最初没有一时当国王 也可以这么推测 李成桂他虽然一开始寿林行军 但是到维化岛那边决定率军回到开城 那么维化岛到底在哪里? 这边是压绿江 中间有一个小岛就是维化岛 李成桂的军队在这里想要渡江 但是按照当时的记录来讲的话 这边下大雨所以无法渡江 他在这里待几天以后决定行军取笑 然后回去这样子 当时他一开始寿令的时候也主张现在无法行军 他主张的内容可以参考哪一个书籍? 可以参考高历史的新文列传 高历史是高历朝时代编辑的还是什么时候编辑的? 应该是朝一王朝的时候编辑的 高历朝还进行的时候没办法编辑当时的历史 他主张的四个不可行军的理由是大概什么样的? 第一点就是以小力大 就是所谓的高历跟明朝来讲 就是小国的大门 以小国的大门是不可以的 下月发兵是第二个不行 因为下月他们会有很多问题或什么疾病的问题 那第三点是举国眼针的话 就是像窩图的话就是日本可以趁这时候来进攻 或者说这个时候举国眼针没有百姓来跟作之类的 对如果全国的军队都集在这里的话 那南部那边的应该比较危险 因为那个窩图趁这个机会进攻的话 就是这个国家安慰有发生问题 然后呢? 那第四点就是磁方就是下大雨的时候 像那个弓箭跟弓箭那些就很容易武器就是坏掉 那这个在韩剧的六龙拍片里面有拍摄非常好的影集来 描述这个一个情况 虽然它不是完全是死实 但它的拍摄应该就是有那个下大雨 那时候行进的困难的情况 对所以不晓得当时下那么大的鱼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我们参考那个历史记录的时候 如果发现真的发生有这种迹象的现象 所以李承贵这样 总共四个理由来主张现在不可行进 所以他从这里回来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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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